女孩,we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接到我,我们欢迎威廉 Touple couple 其实你也懂很多马来语 你没有很多意思 修修,广东话也会 对女孩讲的最厉害的那个马来话 你懂吗? 是什么? 其实我爱你 你们都可以知道 威廉除了喜欢音乐 然后喜欢球鞋之外 有一个就常常PO的就是 宵夜文 不能网 因为很多时候就像 比如说今天我们刚唱完跨年 活动前其实比较不太会吃东西 因为上台要唱歌 会唱不太出来 或者会打歌 所以反而就变成说 唱完然后才能吃晚餐 然后它就变成大家的宵夜 就分享给大家 那么难得来到马来西亚 当然就是要给你吃一下冰城的美食 太好了,谢谢大家 没那么简单 要吃的时候呢 你要选其中一个号码 然后你要回答相关的问题 最想吃的 我想要是ROJACK 2018年有一天我去打篮球 开心打完球 回到家 发现我穿新球鞋去 踩到狗大便 超生气的 喜欢球鞋的人 对 那个球鞋被骯髒就是狗 新球鞋 好,忘记它 今年不会的 吃点水果 所以它是除了水果还有油条 油条 对,然后搭配一些马来西亚特吃的酱料 好吃吧,对不对 好,第二个 刚刚挑那边那挑这边这个好了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可爱一面喔 耶 谢谢大家 可以吃 这个好像没有吃过 这个就是河粉 腸粉 那就是 其实算粤菜嘛 是 这个也有带一点辣 甜甜辣辣 这个好了 OK 虾面 这个是自己的 2019年 最期待的就是新专辑可以带给大家 上一次发专辑已经三年了吧 其实累积了不少作品 最近是在final的阶段就是选出这些歌 然后慢慢的再修整修整 也是全创作的 对 目前是 也有可能找别人一起来吧 反正就是有新的专辑 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多自己 所以虾面是有 有面跟米粉一起的 其实就看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搭配 那这个汤很厉害耶 我要用汤匙 是一种满足的表情耶 这个 这是湿的 那我们吃个干的这个吧 好 就这个 啊 我知道了 我其实在去年 我去年养了两只猫 今年我捡到第三只猫 歌迷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到前一阵子 就看到我拍照片才说 这只猫颜色不一样 它叫什么名字啊 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在今天就要跟大家揭晓 第三只是一只橘猫 所以我叫它橘蒂 哦哦 它是男生的 对对对对 或者是叫橘蒂 对 它是橘蒂 叮叮叮叮 叮叮叮 我觉得冰城的草果条啊 是 虾 那个海鲜都超级厉害 最后一个呢 就是来对所有喜欢 维迪安的马来西亚粉丝说 不免俗的要讲第一句是 就是 你知道马来西亚的 等我 谢谢大家 What 这就是 有这么多的人居然在听我的音乐 然后我在唱歌的时候 会跟着我一起唱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 那也希望 有新的作品之外 其实也希望新的演出 比如说演唱会啊 这些都可以带来跟大家见面 我会继续努力啦 就请大家在耐心等待一下 Go Xen Go Fun 谢谢美莉安 KK